我們都應該追求完美 為什麼我會有一種答案或者是體悟 是說接受不完美然後把它變美 第一個你必須要稍微有一點年紀 勉強一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 去接受不完美 不對 這是不對 就像是一朵花 它才剛剛發芽 它成長上來綻放 然後它開了花 它才會知道 如果它有知道這件事情 它才會知道說 哇 它需要結束 那它需要結束 它怎麼去理解 它不應該是去抵抗 去捨不得 而是去迎接下一個段落 那古時候的詩詞太多寫說 其實那個花掉到泥巴上 它化作泥土更護花 有沒有 就是更能夠保護或者是培養它以後的花 因為它變成營養 你如果現在沒有這種感覺 你也不用緊張 你也不需要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成長的時候 你成長的時候本來就是在讓自己成長 讓自己綻放 可是你必須要有備 你才看得懂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有一些叫做不完美 比如說我們就講一個最現實的 我父親九十四歲 那九十三歲 我能夠想像說他不會死掉嗎 不可能 可是我要prepare 我要準備好 我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如果你想像力再多一點點 膽子再大一點點 你也就可以開始想像說 那你自己死掉怎麼辦 這個也是該想 我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大概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吧 因為我的祖母死掉了 我想說奇怪 這死掉是什麼意思 我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就常常做一個事情 就是把鼻子憋住 然後閉氣 死掉 大概是這樣 結果閉不了 然後越搞越害怕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因為你很早你就知道 你總有一天會死掉 所以你就會開始一下子害怕 一下子不怕 說我讀了一個什麼東西我不怕 可是一下子又害怕 一下子又不怕 所以這個就是人生的過程 你是在一段一段的在練這個功夫 練什麼功夫呢 練面對所有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功夫 所以所有的事情來的時候你就不會有剛剛說 原來我到最後被敲了一下玻璃破了 你只要知道有影響 很多人都是說 哇 我糟糕了 我得了一個重病我要完蛋了 那時候他覺得是影響 如果你從很小的時候你就知道說你過了二十幾歲 你如果在身體最好的時候你不知道保護你的身體 那那個就是煮青蛙 你一直熬夜 你不斷抽煙 你不斷喝酒 你搞搞搞搞搞了半天 你到最後像骨牌一樣有一個小病一推 你就啪啦 過去了 你只知道他會結束 你做很多事情的心態 心胸 尺度會不同 我舉了很多蘇東坡 你們發現一千多年前的人 每一次我都覺得我好像認識他 那為什麼你好像認識他 因為你跟他感情是連結的 管他是一千年前還是多少年前 所以大概這樣看你 謝謝你 謝謝你